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下午繼續在會堂聚會 敬拜神 除了向神當守的安息日 我們也在這裡享受在安息日當中 神賜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下午繼續用能聽的耳作為題目 從聖經裡頭來探討許多耳朵跟聽有關的這些道理 那早上我們談到不能聽的耳 除了有人為的因素讓他不能聽 這裡頭也有一些是靈的因素 譬如說魔鬼撒旦的阻擋 然後也有神讓他不能聽到 那神不讓他聽到的原因是因為人存著不幸的惡心 但是神還是一樣繼續做神要做的事 還是一樣講繼續要講要百姓知道的事 至於人他看不見聽不到因為他們的不幸的惡心 將來會被定罪 將來會被定罪 那這些我們已經有談過的不能聽到的聲音 那這些我們已經有談過的不能聽到的聲音 因為人的耳朵不能聽神的聲音 有時候不是他耳朵壞掉 有時候也是人自己的個性 然後他就自己把耳朵這樣子 因為我不聽 我不聽 我就是不想聽 這個在中文叫做眼耳不聽 他耳朵是好的啊 可是因為他自己眼耳不聽 就把自己變成是龍子 我們來看聖經 迷迦書 迷迦書第七章 十六節 這是神透過明家先知所發出來的訊息 那神透過明家先知是要告訴百姓一段話 那神透過明家先知是要告訴百姓一段話 說到有一些回轉歸向神的人 神要用藏來牧養這些獨居的名就是神的產業 那地點就在巴山和基列 在十四節那裡講到巴山和基列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是那個草非常多的地方 水也非常多 所以在那個牧養的事情上 哇這兩個地方是好地方 那在這裡不擔心沒有草吃沒有樹 所以這裡的羊也不用擔心害怕 因為這裡也沒什麼高山深谷的野獸 所以這兩個地方通常在形容 所以這兩個地方通常在形容 因為有神的看顧 這個羊得到北美 那十五節神就講 我要把騎士顯給他們看 好像出埃及地的時候一樣 我們早上也有談到 有時候那個人聽不見是神讓他聽不見 好像法老一樣 法老就是因為他不信的惡心 他堅持他自己 那個要這些西伯來人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就在我的埃及做苦工 如果我讓他們出去 那誰來做我們的苦工啊 這就是埃及法老硬心的原因 但是神也是跟摩西講 等神行了那個神蹟以後 法老自然就會答應了 所以神行了十大災難的那個神蹟 所以神行了十大災難的那個神蹟 一直到最後一個擊殺長子的災難 不管是牲畜是人 只要投生的 那就會被滅命的天使殺死 他是學民 他們按著神的憤怒 把那個血磨在他的門框上 在現在 他現在有一個日子 在那一半 他沒有牲畜 他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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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祕密的天使看到 喔這個有血 他就會跳過去 他會跳過去 他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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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後來神也把他定為節日 就是愉悅節 以後他們出埃及了 神也要所有的人 都要紀念愉悅節 神的救贖 這個就是發生在埃及的事情 那現在神說 要把歧視顯給他們 看 那彌迦先知 當時也預言著 我們的彌賽亞將要來 那甚至彌迦先知 神讓他知道 彌賽亞就要降生在 伯利恆的以法他 那這個 這個剩下的孩子 就要 成為一個 那個救世主 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帶回到神的面前 那這次發生在耶穌降生前的五百多年前 神早就藉著明迦先知做了這個預言 所以一直到最後 就談到這件事 你去告訴他們 神說 發生在埃及的那個事情 會再一次的顯現 sud 烈國看見這事 哈 所以現在 Theo 統統圈 他們必刮土如蛇 17節 刮土如蛇 又如土中互行的物 他們要戰戰盡盡地出他們的迎戰 他們必佔據投降耶和華 也必因我們的神而懼怕 這裡就談到那個列國的一個狀況了 這些列國就是來傷害神的百姓 傷害神的選民的這個列國 那以後他們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嘴巴嗚起來不能講話 耳朵聽起來 嗚起來不能聽見 因為這個時候雖然他們很強盛 他們可以傷害著以色列人 那神透過先知來講 這個當然直接就是已經影響到他們 影響到列國統治選民的那個事情 他們當然不會相信說哪有可能 現在這些人不是被我瑕疵 被我管轄 被我奴隸嗎 那現在你明家講說神這樣講 要讓他們在佳南在那個巴山激烈 被神照顧得神的恩典 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了 也就因為這樣 他們自己不聽 也因為他們的那個個性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是強盛 強壯的 自然不會把神的這些選民看在眼裡啊 因為我有能力 我為什麼要聽你們這些話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個性 我是一個強者 這些話雖然聽到了 不進去 因為他們就是不能接受 那這段話在他原來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聽到了啊 那耳朵 進去到頭腦 那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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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他們那個 說起到這個聲音 要從外耳 進到內耳 進到大腦的 這個過程啊 那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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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堵住了 好像用手去 所以讓那個聲音隔絕 那個聲音就進不去 所以他的耳朵就變聾了 在聖經其他的翻譯本 他們就是有這樣的描述 因為他們堵著耳朵 東西 有那個個性堵住耳朵 讓耳朵不能通暢 就讓他們的耳朵變聾了 那這種情況 也常常會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比如說 有一次啊 在一個地方 那 跟我們教會的一些同工 在做一些學習的工作 因為 有許多人啊 從來沒有做過 也沒有經驗 那有工作過 而且 具有經驗的人 他就來教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怎麼做 並且 教的人啊 也特別的 在 確認 剛剛跟你講的這樣子 你都明白了吧 啊 那個 背教的人也說 哦 明白啊 我都聽懂了 好 可是等到真正在做的時候 他開始努力的去做 已經快做好了 剩下一個小小的部分啊 就要完成 那 可是這個教導的人啊 來看到 你這樣子做不對啊 剛剛跟你教的時候 不是這樣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哦 啊這個 做的人啊 就講 你剛剛教的 我都明白啊 我都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啊 這個問題啊 聽起來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 啊 那 教的人啊 也告訴 這個做的人 哦 如果你這樣做 你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啊這些問題 他也清楚的知道 可是人的個性啊 常常就是這樣 一旦我認定是這樣的 誰來講 教我什麼都 我雖然知道 我就是按照我 我不按照你啊 所以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啊 然後我就 告訴那個人啊 說你這樣子做 浪費了很多時間 浪費了材料 那你本來 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好 結果你用了更多的時間去 才完成 啊這個就是 個性的問題啊 以為說 我明白了 但是我還是按照我 想要的去做啊 那我舉的這個例子 只是生活當中的事情 我想 如果有這個經驗的人啊 就會明白 因為我們生活當中 也常常有很多事 那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人啊 就會 也提供他的經驗 啊當然 啊當然 不是絕對 所有的 所有的經驗 不絕對 等於是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啊 我們確實 要分辨 是不是 所有的 意見 我們都要接受 可是當 別人所提供的一些經驗 一些意見 如果比我自己好的時候 那 我為什麼要 按我的個性 把我自己的 那個耳朵 摂住 就不讓別人的聲音 沒辦法進來呢 其實在教會裡面也是一樣啊 很多教會的工作 很多教會的工作 也是如此啊 我們來看 菲利比書的第二章 菲利比書第二章 我們要從第一節 一直到 第四節 我們一起來 菲利比書二章 一節到第四節 第一節 所以在基督裡 若有什麼勸勉 愛心 有什麼安慰 聖靈 有什麼教空 心中有什麼慈悲 聯憫 第二節 你們就要 以念 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 可以滿足 第三節 凡事 不可解答 不可判斷 舒服的榮耀 只要純心 謙 個人看別人 被自己強 第四節 個人不要擔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念別人的事 是 這一節 這是保羅寫給菲利比教會的信 那當時候的背景 這個教會從成立開始 他們就同心合一的在興旺福音的工作 所以這個教會一直努力的在做各樣聖功的推動 那這些 那這些 都是為了 好 去完成主耶穌所托付給我們的工作 好 可是在 推動這些聖功的 同時 有許多人啊 都是帶著個性來做的 所以第一章的十五節那裡講 所以第一章的十五節那裡講 有人傳基督是出於幾度分身 有人傳基督是出於幾度分身 有人是出於好意 看到大家做好 我也想要來參與一份 那這一等是出於愛心 知道我是辯明福音設立的 十七節說 有另外一些人是出於結黨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保羅 你傳福音很厲害嗎 我也可以啊 所以他們說 我們也在傳基督 我們做福音的工作 其實他們的心裡面啊 不是真正的要傳福音 做福音的工作 這個就是出於結黨 你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啊 不行啊 他心頭就是誠實的 所謂誠實的是 因為真正感受到福音的重要 而去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這些人帶著 帶著不同的個性 可是看得到的就是說 我們都是在傳福音啊 做聖功啊 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哦 真的很熱心 可是背後 心裡面藏著是自己的個性 就是為了自己的理想 為了自己想要去做的 他們就去做了 十八節 保羅說這有什麼關係 不管是真心假意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從第一章裡頭看到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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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看起來 同心合一希望福音 可是 這些做工的人啊 帶著個性 好啊結果 才會有第二章 保羅要提醒的 在基督的教會裡面 在基督的教會裡面 我們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 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同心合一 可是教會裡頭 並沒有每一件事情都同心合一啊 因為人帶著個性 我知道啊 我知道同心很重要 但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啊 啊 啊人就會選邊站啊 啊我是跟誰的 我是跟誰的 好像哥林多教會 我屬保羅的 我屬彼得的 我更虔誠 我是屬基督的 我是專對神的 這些都是自己在講的啊 你自己講 你屬基督 你就是屬基督的嗎 我屬基督 那屬保羅屬彼得 算什麼 哦 人最怕的就是這個 自己的個性使然 啊別人的話都聽不進去 啊有時候別人的話是帶著神的話咧 好比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講道的人奉耶穌的名 來講道 啊根據聖經來講 在受差派 啊的一個講道當中 誰敢亂講啊 就好像 舊約時代的先知 領受著神的話 他敢亂講嗎 不敢 好像明家先知 他們聽到了啊 可是他們就這樣啊 啊因為他們個性使 啊我們教會也是一樣 哦所以 你看哥林多的教會 也是這樣啊 霍利比的教會 也是這樣啊 好再看看我們現在的這天書教會 也是這樣啊 啊但很多人 雖然在這個教會裡面啊 不服從教會的體制 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忘記 這個體制是教會裡面啊 耶穌基督的身體 很多的教會裡面的規矩 就好像使徒 他們跟聖靈跟他們定義 把這些規矩定下來 他們就要帶到各地 給信耶穌的人遵守 他們就要帶到各地 給信耶穌的人遵守 在台灣啊有很多退休的人啊 以為啊我以前也是傳道啊 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啊 然後不管教會的體制是怎麼樣 他那個體制都是人寫的 然後我直接對耶穌 然後我直接被聖靈拆派 然後就到處打著 哦我去傳無音 我去尋找米洋 可是這些都不是教會的拆派 反正 那是不是跟這裡我講的一樣啊 哦就是意念跟教會完全不一樣 啊我們有很多信徒啊很單純 我想說這是知識 這是長老 這是傳道 哦他們那麼熱心 哦他們那麼熱心 我們當然要支持他啊 啊有一些人就會給他錢 甚至有人會把要奉獻給神的錢 引拿給這樣的人 啊這樣子對嗎 哎你想要做聖功 竟然沒有透過教會 你想要奉獻 啊你想要奉獻 啊你想要奉獻這些錢 竟然沒有進神的家的成果 啊這是為什麼 哎 那我們就應該要好好去思考啊 啊有人想要做聖功 教會絕對不會去阻止啊 可是當人的個性使然 他不 他不 不願意跟我們教會一起同心 啊也不願意受教會的約束 啊那這樣的人 我們看到講的那個熱心 真的是熱心嗎 啊有時候在惡事上啊 啊會顯出他的惡心啊 熱心啊 爸爸都說要有相同的意念 相同的愛心 哦所以不是打著 哦我要做福音 我要做什麼 啊這個都是聖經的教導 哦我就可以去做 可能在做神的仆人的人 哦也不會到處張揚啊 也不會到處張揚啊 做了什麼事還要公告也全天下的人知道 做事情不是自己對神嗎 要神知道就好了不是嗎 為什麼要到處去跟信儒說 哦我要做什麼我要做什麼 好所以我們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去應對 因為到末世的時候這種狀況很多 那第三節說 我凡事不可解答 不可貪圖虛弧的榮耀 二章三節 菲利比書 如果大家的心思意念都一樣了 那這個教會一定是同心啊 為什麼 就不會有那個 啊我屬這個的 我屬那個的 在柬埔寨 曾經聽過有人這樣說 啊我要向中國人傳福音 來建立中國人的教會 哦啊自己會在外面聚會啊 可是神的教會是這樣奔的嗎 啊 這個教會在 耶穌基督裡面是不分猶太人 希臘人的 好舉例來說 今天有神的教會在這裡 歡迎每個人都去傳福音 啊這是耶穌托福的工作 哦可是你傳福音不把 不把那個要目到的人 啊要查考真理的人 帶進來教會 那這樣子有跟教會結合嗎 啊沒有跟教會結合 哦自己在外面成立聚會的點 那還說我是要傳福音建立中國人的教會 但是神的教會就是神的教會 裡面不分種族的啊 啊為什麼沒有這種教法 啊這個就 啊這個就 需要我們去好好的分辨一下 啊這個就是這裡講的 因為沒有相同的意念 所以會有不同的做法 這個就是結黨 那因為有不同的做法 跟教會不同的做法 就會擔心很多事情 不會有人知道 所以就不斷的去宣傳 啊我在哪裡做什麼事情 我有多少人 如果用這樣來感謝神 我想只有神知道也就夠了 自己在每一天禱告的時候 來感謝神 自己就夠了 那何必要得到眾人 哦你做了什麼 你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別人對你的很多稱讚 所以像我們在教會裡面做很多的事情 不會私下也不會個別去誇口 只是偶爾我們會在弟兄姐妹當中 因為大家一起參與 那我們說啊感謝神 我們這個事情 有神的幫助 有神的看顧 這都是神的恩典 我們要心存謙卑 把榮耀歸給神 而不是奪取神的榮耀 這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人眼耳不聽 把自己變成 把自己變成 那個聽不見神聲音的人 但是又很想要做生功 因為神的聲音啊進不來 那當然是按照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脾氣做事 就沒辦法在教會裡頭形成同行 那我們再談另外一個言耳不聽的狀況 我們再看提摩泰後書第四章 提摩泰後書第四章 第三節到第四節 好這裡這樣說 因為時候要到 人會厭煩純正的道理 他們耳朵發揚 就隨從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師父 第四節 並且言耳不聽真道 偏向荒苗的言語 這裡談到保羅對提摩泰的勉勵 因為這是第二封給提摩泰的信 到第三章的時候 談到末世的一個現象 但是到第四章 保羅就對提摩泰說 你一定要好好的做傳道的工作 不論得死不得死總要專屬 也要用百般的忍耐 去面對各樣的目道者或者是位性的人 因為每個人的脾氣個性各方面都不一樣 那我們一個呼籲工人要面對的人 也沒辦法事先知道這個人的脾氣個性是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好的人 他即便不接受 他也是很客氣 很有禮貌 那我們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很餓的人 他直接把你趕走 你再不走 我放國出來咬你 這個我們都有遇過 所以必須要忍耐 如果得到機會 他願意站著聽我們講幾分鐘也好 我們就把各樣的教訓 提醒人的 勉勵人的 安慰人的 有關神的道理來告訴他們 好 這是我們在牧師 作為神的福音工人應該有的心智 那為什麼要建立這樣的心 好 因為保羅說時候到了 人會厭煩純正的道理 為什麼厭煩 因為耳朵發揚 就會隨著自己的情慾 那個自己的情慾就是自己的個性 血氣 那不要以為這個只是在針對那些沒有信耶穌的人 其實會有這種現象也包含著我們已經信主的人 所以在一些地方 那個傳教已經有幾十年 甚至百年以上的地方 我們已經信耶穌幾十年的信 有時候也常常會抱怨 這件書教會太死板了 他規定那麼多 講的道理又那麼嚴格 好像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講 他每次講 大部分都是講這一些 我看到題目我就知道他要講什麼了 如果講到的人定了題目 按照聖經的章節去講 就因為這些聖經章節我都讀過我都知道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態度說 啊講什麼看題目就知道了 我們就可以有這種心態嗎 當然一開始用這樣的心態來教會的 他的心根本不是來敬拜神 他只是來聽一場演講 因為演講要很有內容 要講很多聖經裡面裡面有的東西 因為聖經有的 啊我都常常聽 常常看 我早就全部都知道了 如果講聖經沒有的東西 啊如果講聖經沒有的東西 哇這個是新道理啦 啊這是新道理 道理哪裡有新的 沒有新的 沒有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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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都在聖經裡面啊 沒有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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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第三章的十四節 寶羅就跟提摩太講啊 你學習的 所信的 要存在心裡 好 那他所學習的 所信的是什麼 這是他從小明白的聖經 啊 寶羅說 聖經能夠讓你 因信耶穌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啊 十六節說 聖經是神所牧師的 裡面的內容 包括人做錯 對人的教訓 包括督促 督促 督促 目的就是 要讓人規正 我這樣走 這樣想是錯的 慢慢幫你規正 然後教導人學意 這個意當然是神的意 不是人的意啊 真正屬神的人啊 因為會聽聖經 神的聲音 我的脾氣個性 啊 這樣子不對 神的道理把我 導正回來 我應該會走 什麼樣的路 神的路 神的道理指引著我的方向 好 信主的生活 應該要怎麼做 在社會上 在家庭裡面 在教會當中 哇 這些其實聖經都有很多的原則啊 啊 這些都是聖經的教導 是純正的道理 可是我們卻有很多人常常 啊 我知道啊 但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啊 所以知道神的道理 知道神的道理 不等於 能夠行出神的道理 不等於 能夠行出神的道理 那知道神的道理 如果這個人是一個 心中厭煩的 那知道神的道理 如果這個人是一個 心中厭煩的 其實 就是自己的心 隨著自己的慾望 啊 那個慾望是從眼睛看到 世界的潮流 世界 大家在流行什麼 啊 也看到世界的價值觀 大家在追求什麼 我就看到這個世界 因為他的眼睛 看到耳朵 聽到的 都是世界屬世的一切 啊 這些聲音有經到他的心啊 啊 所以這些聲音 就會影響你去 討厭神的道理 啊 所以你知道神的 聖經的道理有什麼用 因為你討厭啊 啊 所以 神的道理就行不出來 因為 隨著自己的情慾 沒有讓神的聲音啊 進到你的耳朵 因為 自己的情慾 自己的歌姓 把耳朵這樣 捂住了 就是 第四節所講的 這個眼耳不聽真道 那 耳朵去偏向荒淺的言語 那在這裡就是我們要謹慎的 啊 這裡的眼耳啊 他是很明確喔 就跟那個 之前我們看到米加蘇那個言耳 那個言耳 他之前是有東西堵住 所以聲音過不去 啊 那個來 那來你 那來你 人家 必殺人家 必殺人家 不得接人家 現在兩人來 來米加萬聖誓 保羅這裡所講的 人的心 因為內心的情慾 他拒絕了神的話 好 這裡所講的 言耳不聽是 我拒絕神的話啦 我知道 但是我拒絕啦 拒絕就會怎樣 轉身離開 好 啊這個情況就像什麼呢 在家庭裡面 我們做父母親的 都有管教孩子的經驗 那我們做家長呢 在說我們的孩子 哪裡做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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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當然不是只有講他做錯 我們還會告訴他 你錯 是錯在哪裡 啊你這樣子會造成什麼結果 啊所以 我們信主的父母啊 還會告訴他 那聖經所告訴我們的 這個事應該要怎麼做 才不會讓你得罪神 我們大多數 主內的小孩 他們都會乖乖的也會接受 雖然有時候 真的被罵他們心裡面 也很不高興啊 好 可是畢竟我們信主的人 如果他的個性 沒有拒絕神的道 那父母親在責備他 在教導他道理的時候 他會聽 這個小孩子以後才會有救 當然父母要教育孩子 必須要下很多的功夫 我只有兩個女兒 但是已經很感謝神 那不要想說只有兩個孩子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其實兩個孩子不同的個性 但是我們做父母的就是 我知道你的個性是怎麼樣 我們當然就會去用 適合他 合宜的方式 去跟他們教育 教育 我有一個女兒曾經 我也很生氣 就把他趕走 不要住在我家 不想聽 不想聽我的話 你就不要做我的女兒啊 你出去 我就動手推他 把他推出去啊 有東西我會丟給你 我真的很生氣啊 講不聽 他當然不能走啊 因為年紀還小 我有一次他在小學的時候 很想離家出走對不對 對 因為那時候我在開車 啊我透過那個後照鏡 看到看到後面 他點頭 他點頭很想要離家出走 我看到 我看到他點頭 那你很想離家出走 你為什麼不出去 他安靜不說話 我說是不是沒有錢 用他 不要再點頭 因為他還小 生活 虛用都要靠我啊 我說 我可以給你多少錢 我說 我可以給你多少錢 那你出去 他不願意 所以幾次很嚴格的去兇他們 其實我最後都告訴他們 其實我最後都告訴他們 好我生下你們 他讓你們受洗成為主耶穌的小孩 所以你除了我這個父親 你還有一個父親啊在天上 那你想要做什麼 其實我可以不用管你 沒有人家 你也不需要跟我講 但是你要自己去跟你另外那個天上的爸爸講 問題 所以你們要做什麼 你們自己想好 自己去禱告 如果你去禱告完了 你覺得你要去做 那你就去做 最後是什麼結果 你自己要承擔 因為我已經告訴過你 有時候做錯事 去跪著禱告 去求主耶穌原諒 好好的自己去面對神 你不用向我負責 但是你自己好好的面對神就好了 所以感謝神啊 我這兩個女兒從小到大 除了父母親為他們祷告 然後把聖經神的話引導 教導給她 還要幫助她去敬畏神 阿學姨在教導他們的過程 只要把神的道理辦出來 他們不會說 那個門 然後轉頭就走了 不會 可是有很多小孩子是這樣子的喔 他父母親多講幾句 他就甩臉色給你看喔 他手上有什麼東西 就直接摔地上 然後轉身就離開 甚至要離開海白門 那個眼耳不聽真道的 原來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個眼耳不聽真道的 轉身離開還花脾氣 那我們信徒我們想一想 我們在主耶穌面前 我們是不是常常也這樣 我們要耍脾氣給誰看 給教會的負責人 給教會的傳道長職 還是要索皮器給主耶穌看 其實教會的負責人 我們都是領受職奔的啊 傳道長職負責人都一樣 那我們向神忠心 就按著聖經的道理的教導 來告訴我們弟兄姐 喔 聖的道理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在教會的生活 在家庭的生活 在身上的生活 就是這樣 喔 我們不要因為 喔 那個是某某人講的 喔 我們就特別的高興 特別的接受 我們都不管他內容 到底講的對還是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到保羅提醒 在末世的人 很多人真的喔 厭凡神的道理 然後耳朵發揚是因為 誰從自己的情慾 因為被世俗潮流 已經污染了 影響了 就有好多很奇怪的話出現 啊 他們說 這是變通 啊 其實就是在增添很多教導 很多師父的教導一樣 喔 聖經沒有的 我們是要特別加進來 啊 聖經有的我們為什麼不聽 甚至還生氣 甩頭就走 然後去偏向世俗的傳說 那個偏向荒淼的原因就是 你離開的神的道甩門轉身離開 就往世界去了 啊 所以 這些都是我們弟兄姊妹要相當注意的 如果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這個在很多地方都有發生 像在台灣每年的十一月第一個安息日 就一定會講十一奉獻的道理 他是全台灣的教會 都在這一天講這個道理 啊 因為我們這裡不是台灣 沒有台灣總會的公文 可是 我們隨時也都可以講十一奉獻的道理 那我就舉這個例子 馬拉基書第三章 第八節以後 啊 談到奉獻的道理 好 那在第八節這裡有幾個問題 好 什麼是要當獻給神的公務 啊 什麼是當那的十分之一 好 因為神透過馬拉基先知告訴當時候的選民 人可以搶奪神的東西嗎 好 如果問我們弟兄姊妹 欸 我們信徒可以搶神的東西嗎 我想 每個人的答案一定都是不可以 誰那麼好大的膽子敢搶神的東西啊 我們人的東西都不能搶了 何況是神的 可是神指控 好 說 你們這些選民竟然 奪取我的共物 三章八節 馬拉基書 馬拉基書三章第八節 人可以奪取神的物嗎 你們竟奪取我的共物 你們卻說我們哪裡有 就是你們在當那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公務 這個是應該要歸給神的 包括錢 十分之一就是錢 你工作勞理所得來的這個錢 就是十分之一 還有當獻的公務 就是他們要獻的祭 應該要什麼時候要獻什麼祭 那個就是當獻的祭 不同的祭有不同的共物 可是當時候很多人沒有做 所以他們 神就說你們搶了我的東西 所以他們 神就說你們搶了我的東西 那不是教會 或者不是說神需要我們的這些共物 這些十分之一 那神說 這是應該要做的 那應該要做就是本分啊 有什麼 申請把他們的朋友在本店裡 óp直chu明得神很多的恩典 那你的本分就應該要奉獻 甘心得已的奉獻 玩到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把他們的女神 Fortunately 要得神很多恩典 那我們的本分就應該要做好貢獻 那不管什麼原因 即便我現在還欠錢 那但是十分之一不能說 啊我生活都快不下去了 我現在還欠人人多錢啊 然後我們就體貼 我們就體貼自己的軟弱 然後我們還需要去檢討 我為什麼會欠那麼多錢 啊當然會有很多原因 為什麼會欠那麼多錢 我借錢買地 我借錢蓋房子 我借錢做生意 我借錢怎麼樣 啊如果有人借錢賭博 那更糟糕 借錢去享受 然後他們 放重在落體 那個 都是很可惡的 啊 啊 那為了享受 為了這些 那沒有失敗的就 該盡的本分沒有錢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第二個 從第九節以後 因為神說 因為神說 全國的人 奪取我的功 做主就會臨到他 這個意思就是說 神 人的本分 在奉獻 在當先的祭上 沒有盡本分 沒有盡本分 那咒詛會臨到這個人 但是第十節又講到 講到的是祝福 所以第九節跟第十節它是一個對比 人的本分 還能夠得到的 人的本分 精本分的人 就是第十節講的 神說 會為你打開天上的窗戶 道福氣給你 讓你無處可容 那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信 我們信主 我們想要從神得恩典 還是想從神那裡得做主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 我要盡我的本分 你也可以選擇 我要體貼我的肉體 這是選擇題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的耳朵 沒有東西堵住 那你一定會聽到神的聲音 你就會 但許可以奉獻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得到神的做主 那第三個觀念 也是第十節講的 神說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的家有良 所以不管是十分之一 還是當縣的公務 都要進入神家的倉庫 那神家的倉庫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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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怎麼樣投錢進去 在我們現在就是教會啊 我們教會有奉獻箱 你可以寫 我是某某人 我奉獻十分之一 我奉獻感恩奉獻 我奉獻什麼 這個錢一定要進到教會 這個才叫做奉獻 錢如果沒有進入教會 這個不叫做奉獻 然後在我們的教會裡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教導 其中有一個教導 我看到有一些聖工人員 他們做聖工需要用錢 因為要有地方聚會啊 要吃飯啊 要坐車啊 這些都需要錢 所以我們把這些錢哦 要奉獻給神的錢 我們就直接拿給人啊 拿給這個人 那我就要請問大家 你給特定的 所謂的福音功能 沒有 你給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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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錢是沒有 進到教會裡面的 那你憑什麼 把應該要 給教會 進入神倉庫的錢 自己 的私心 就轉給這個人呢 然後我們還自己很高興 哇 感謝主委 我在這個工作上 我有份 因為我有獲獻 聖經道理有這樣教嗎 沒有耶 聖經從來沒有教導 你要把奉獻的錢 交給某一個人 這種事情喔 發生在世界各國的 真耶穌教會裡面 就是有人這樣教導 可是這不是真理啊 本台來給我們認證 為靠悲色的本 我也很很訝異說 欸 為什麼會有人敢這樣講 如果沒有做十分之一的奉獻 沒有將當納的公務歸給神 是搶了神的東西 那少數人喔 在在鼓勵 把錢奉獻給某某工作 某某人 某某負責的人 啊 這是按照著 按照著人意 把應該進入神倉庫的錢 歸給不同的人 或者是一個世界 那這不是劫佛搶劫嗎 那這不是劫佛搶劫嗎 好 因為不奉獻錢進入教會的人 那他就是搶奪神的物啊 如果有人錯誤的指導 那這不是劫佛搶劫的意思嗎 如果有人錯誤的指導 那個聲音我們一定要聽到 如果有人告訴我們的弟兄姐妹說 啊 你來幫助這些聖功 啊 你把錢拿給我 你把錢交給誰 好 不管交給誰 好 這個錢只要沒有進到教會 這個都不叫做貢獻 不管他做了什麼工作 沒有進入教會 財務收起來 那個都不叫做貢獻 好 因為聖經的真理就是這樣講的 好 那過去 我們或許比較沒有在講述這方面的道理 好 可是在很多地方啊 都有一些狀況發生 那對我們弟兄姐妹來說 好 我們一定要相信聖經所教導的真理 好 那這些聖經的真理 神的聲音 我們聽見了 你要選擇 好 我就聽從神的聲音 就按照神的真理去做 好 當然你也可以 你就這樣啊 好 我知道啊 我要這樣做啊 你也可以不甩啊 你轉身就離開啊 好 可是我們將來每個人都要面對神 好 將來每個人都要面對神 好 所以我們都要在真理上 瞬服真理 有能聽的耳 聽得到神的聲音 你才能夠按照神的道理去做正確的事 要不然我們就成為那個耳聾的人 你虽然有好的耳朵 但是神的声音进不到你的心里 好 愿神帮助 带领我们 我们在一起唱诗 赞免诗 263首